这个女人为人和善 带客热情 快进来吧 你好 我还有个朋友 也是咱老乡 老乡来了更热闹 进来吧 排长音帮助人后 自掏腰包请客吃饭 漂亮 谢谢了啊 没别的 请一对吧 你放心 不用你说呀 我也得请你 漂亮热情的她 却有个不光彩的光环 没事 我不怪她 我知道她怎么想的 不就因为我是个二男 别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过得有多舒坦呢 她叫陈雅雷 独自在这个小区居住 合作保洁的同乡丁雪 很是投缘 丁雪也在陈雅雷家 兼职做终点工 丁雪的男友林刚市 小区里的保安 林刚对陈雅雷很有成见 我不乐意搭理她 一个二奶 你别老这么说人家 雅雷姐人挺好的 叫人养着 她钱可不多的事 这天刚好是陈雅雷的生日 便邀请丁雪和林刚 去她家一起庆祝生日 丁雪找到林刚 和她说了这事 林刚起初还不想去 经过丁雪的一番劝说 后才答应 晚上林刚去陈雅雷家时 还带去了一个老乡魏三 热情的陈雅雷说人多热闹 就邀请他们进了屋 丁雪把林刚拉到一边 质问林刚 怎么把魏三带过来了 吃饭时 魏三不停地打探着陈雅雷的日常 第二天就来找林刚 这小娘们还行啊 风骚 还有钱 现在咱那去一趟 这你们关系不赖啊 你就是胆小 你说是不是 这年头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 怎么着 林刚 咱俩琢磨琢磨 弄点钱花 原来之前魏三和林刚一起偷过东西 被抓时 魏三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责任 这时刚被释放出来 狗改不了吃食 说的就是魏三了 被林刚一口回绝了 林刚表示 再也不做那事了 魏三健壮 数落了林刚一顿后 就兴兴离开了 陈雅雷看着干活力所的丁雪 很是喜欢 就送给他很多漂亮的衣服 还带他去做了头发 说女孩子要学会打扮自己 等丁雪回到家时 却引来了男友林刚的强烈不满 说陈雅雷整天做头发 是为了勾引男人 你也想学着做二奶吗 第二天 物业经理看到丁雪的头发后 也把他一顿痛批 以他不遵守员工规范为由 开除了他 委屈的丁雪 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陈雅雷 陈雅雷就告诉丁雪 干脆留在他身边帮忙 随便干些家务 丁雪也欣然同意 却遭到了林刚的反对 但有个工作总比 失业要好 也就默然同意了 几天后 陈雅雷和一群朋友 在家打麻将 一旁端茶递水的丁雪 因为熬不住 竟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由于太晚了 就在陈雅雷家住了下来 第二天 几人在阳台上喝茶聊天 刚好被巡逻路过的林刚看到 本来就一夜未归的丁雪 再加上现在和众人说笑 这让林刚心里更不舒服 晚上一回来就说丁雪 跟人家凑合什么呀 你是什么人 陈雅雷是什么人 他陈雅雷有人养着 他就是吃喝玩乐 你就是一个干活的 你也跟他们混 你不觉得别扭 你要是这么干 就算了 别去 我在人家当保姆 我挣的就是这份钱 你什么钱都挣 陪人睡觉挣钱更多 你说什么呢 你再说一遍 陈雅雷不就是挣这个钱的吗 我看你要这样下去啊 你也快了 你太过分了林刚 气不过的丁雪进屋拿了包 就离开了 几天后 陈雅雷出差去了广州 家里就剩丁雪一人 陈雅雷的朋友成亮来拿东西 丁雪就请他坐下休息 这时林刚来找丁雪 看到坐在客厅的成亮 一脸不快的林刚就摔门而去 感觉不对劲的丁雪就去了出租屋找林刚 在屋里休息的却是魏三合一名小姐 愤怒的丁雪把被子直接扔出了门外 找到林刚时 两人就争吵了起来 林刚 你太过分了吧你 我不走 我不爱你事儿嘛 我刚才回家了 被三带了个女的在那儿呢 你凭什么让她上那儿去啊 真恶心 我告诉你林刚 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回那儿去住了 你住豪宅是吧 对 我就住豪宅 怎么了 你住你的豪宅 我住我的平房 此时的林刚更是把这一切 怪在了陈雅雷身上 认为是她带坏了丁雪 一天中午 林刚接到公安局电话 说是魏三因着小姐被抓了 要交五千块罚款 魏三让林刚出这笔罚款 要不然就把林刚以前 道歉那件事抖出来 丁雪只能找陈雅雷帮忙 等把事情处理完 成亮要求陈雅雷请客吃饭 一众人吃完饭 就去了夜总会唱歌 眼看都快凌晨十二点了 丁雪还没回来 林刚就打电话 问清地址赶了过去 刚好看到丁雪和成亮在跳舞 愤怒的林刚拉开两人 和丁雪又不免一顿争吵 林刚还提出了分手 回去后的林刚用喝酒来发泄着心中的不快 把数次和丁雪的争吵都怪在陈雅雷头上 这时魏三找到林刚 提议两人合作在陈雅雷家干一票 只需要林刚提供陈雅雷 什么时候不在家的消息就行 心中怨恨无处发泄的林刚便答应了下来 以此来报复陈雅雷 这天晚上林刚看到丁雪两人出了小区去做头发 就打电话给了魏三 说陈雅雷出去了 但转念一想 这毕竟是违法的事 就又打电话给魏三 说不让他来了 毕竟是违法的事 魏三怎会答应 自从去过陈雅雷家一次 他就再也放不下了 三天两头地过来踩点 出去的陈雅雷忘拿东西去而复返 不多时 魏三打来电话 我 魏三 怎么了 杀人了 什么 我陈雅雷杀他 你 你怎么把他给杀了 干的半道上的娘们回来了 拼命要打电话报警 能让他活吗 林刚 你这小乖的啊 事可是咱俩一块干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林刚就找尽借口把丁雪骗了回来 进门后的丁雪 看到魏三也在 林刚就把事情的经过 告诉了丁雪 亚雷姐 是我害了你啊 亚雷姐 丁雪想要出去报警 被魏三拿刀拦下 丁雪趁两人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时 打开门跑了出去 林刚及时抱住魏三 阻止他去追丁雪 两人就扭打在一起 等丁雪报警回来 两人都倒在了血泊中 林刚对魏三的姑息 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丁雪对危险是有预感的 可惜他没能阻止 我是品名说影 喜欢视频的朋友 请长按点赞按钮 强烈推荐下 欢迎留下您对故事的看法 支持下 我们下期再见